金出有据 五味无据 我是小玄 您先来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一样先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那一样今天是直播 大家记得先把股票代号 股票名称 还有大家想问的问题尽量 尽量的讲清楚啦 我才知道要针对什么方向去跟大家去做回答 千万不要问说什么什么可不可以买 这个实在是很难回答 好不好 好 今天第一个 AI相关概念股今天又带动指数大涨了 那算是直稳了吗 那今天贵买跟加权都涨了不少 涨点都上不少啦 线上算是一根红K的啦 那这边真的算直稳了吗 那这边从现在开始又要开始转多了吗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二个还是要看一下总金 因为上礼拜股非农就业数据跟薪资数据出现了分歧 那这个又该怎么解读呢 接下来联准会是不是就要真的开始暂停升息了 还是要继续升息 第三个就是今天的探权交易所挂牌 那为何干净股会亮绿灯呢 也有跟大家去做个简单的解析 其实上礼拜 应该是星期一就有人问了吧 上礼拜直播 那礼拜二到礼拜三的盘后影音也有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因为礼拜四台风假嘛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一样开始之前 记得帮海存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海存最近的人数有增加一点点 有增加一咪咪 感谢大家的帮忙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帮海存分享 让海存的流量可以起来啦 好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讲 这个AI的概念股像这个 伟创技嘉广达台光店 台药有涨停吗 把键上很多家都涨停了 很多家都涨停了 好像AI概念股复活了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等一下稍微带几个个股跟大家看 那我们先看指数 指数间差4点涨回万七 涨了152点 涨幅0.9% 那贵买也涨了0.57 虽然涨幅比上市逊色但至少是有涨 而且是由黑翻红 那电视指数当然在今天AI相关概念股的带动之下 涨幅来到1.39% 那金融呢也还OK啦 涨了0.61 那当然说今天刚刚直播前 刚好去看那个投信买卖潮 这个上市的部分 金融的部分 投信买不少 这个到底是 到底是怎样呢 而且今天三大法然似乎表现的 没有很积极在买的感觉 外照还是卖潮嘛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其他的啦 我们先看一下指数的技术面 好指数呢今天量只有3250亿左右 3250亿左右 那今天是一个红K 但其实很明显的 今天其实连五日线都没有涨回 连五日线都没有涨回 那简单的说 今天量缩 量缩 连月今天都没有碰到嘛 还比礼拜五量能还要低 然后量缩上涨 基本上是比较属于一个反弹的结构 海顿的结论是说目前基本上还是认为是一个震荡盘 在月线下的震荡盘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大家不是说一定不会上去啦 等一下会讲 因为以目前来讲五日线没站上 十日线呢扣底会在这边 所以接下来基本上都还是压力 而且压力起大概一周到八天嘛 大概八月之后才会扣低 那月线呢 虽然目前是扣在低点 你看到今天嘛 这个月线突然就往上翘对不对 就是因为扣在低点的关系 但是接下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交易日之后 又要回到万期之上了 所以等于说在这礼拜五之前 如果指数呢 没有快速去占回月线的话 基本上月线又要在下礼拜又要转压了 这是短线 为什么海顿判断说 还要持续震荡的可能 他有没有可能 明天就给他怎样 一个4200亿的量 或是4000亿以上的量 直接占回月均线 那就直接转强了嘛 可是还是要留意啊 海顿在上礼拜也有讲到 不对啊 上礼拜没有讲 应该是礼拜五直播有讲 就是这一根的长黑的高点 17212 或是接下来转强的关键 所以占回月线还不代表转强 可能要正式的去占回17212 那因为海顿之前有说过嘛 之前为什么海顿说 这根是转强的关键红K 因为他站上了这根关键黑K 所以海顿判定转强 那时候也开始增加持股 那为什么海顿又判定 接下来现在是转弱呢 因为这天的低点被跌破了嘛 对不对 因为在后续呢 这个技术面 没有看到新的上移的条件之前 上移这个关键点的条件之前 界上都会以这一根当做 当做关键点嘛 那目前也一样嘛 没有新的长黑K 当做新的关键点之前 目前17212 还是会是一个多空的 转换的一个指标 所以为什么 还是说今天有上涨 不要太开心 不是说明天就会跌回去 而是说至少现在还不能开心 那贵买指数的部分也是一样 而且它是更明显的 破了这个两个月的颈线 这个目前已经有头部的套牢区出现了 所以贵买的关键点也一样 这个量是有点错 有点错啦 这个量是有点错 像这边是显示926亿 我记得量好像当初当天的量 比这天还要再多一点吧 不是重点 重点是J跟黑K有没有站上 跟加卷指数的用意是一样 而且这天站上也代表说 短线的头部问题是化解的 所以220.89 会是贵买的关键指标 那再来我们看看AI概念股 这些AI概念股到底算不算真的转强 我们就挑个几个指标股 也不要全讲 全讲就可以讲到AI概念股那么多 不知道讲到几点 我们先看伪创好了 海豚有进场的伪创 海豚还是要讲 虽然说海豚在星期五是有去抄底伪创 但是海豚必须说 海豚是有一定的策略去抄底的 不是说就给你一笔就给你重压下去 没有 海豚没有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 海豚只能说 海豚是照着自己既定的策略 分批去做承接 然后这边刚好有接到最低点 接到最低点附近 不是最低点 所以今天有涨停 就恭喜一下学员 好 那这部分呢 今天上涨 当然大家开心说 哎呦 这个海豚有抄到底了 但是海豚必须告诉大家 这个还不能开心得太早 一样嘛 五是线都没占回 而且今天量也不是说超级大 而且伟创的盘中也是开开关关的嘛 在前面也是开开关关的嘛 所以呢 并不能说他就此转强 那即便是最近这次跌幅比较小的广达也是一样 也不能说他就此转强 的确广达表现可能比尾创目前的线型看起来的好一些 但是真的不是真的就此转强 还是跟大家去做个提醒 那包含像依叶达也是一样 那当然可能像技嘉可能就表现得比较好 因为他是占回全军线的 所以技嘉对我来说 他可能比较接近转强的条件 比较接近转强的条件 但问题是他今天的量能是没有出来的 所以并不会符合标准的转强条件 所以今天来说我觉得 AI概念股大家说台光电是创高的 然后AI概念股整体来说不能说重新转强 不能说重新转强 还是要跟大家讲 虽然说今天涨停有点开心 但是真的不能说真的转强 还是要去看后续的表现 建议上海德能认为这种修正下来 通常都要整理个几天 至少要整理个几天 要直接V上去我觉得不太可能 而且最近要什么新的利多去刺激吗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不大 机会也不大 只能说之前这个伪创有一些 市场上有一些利空 就是敌的时候就有利空 说可能要被抢单什么什么的 那我海淳师认为这个看看就好 我自己竟然我还是乐观看待 整个AI的后续的发展 只是还是一样 既然现在还没确定已经落底了 这操作上还是要小心 操作还是要分批 好再来这个 全部都AI嘛 就这样 好那讲多种加速比例 其实今天上涨 其实多种加速没有出现好的转向 我觉得也合理 因为毕竟今天才第一天红K 那礼拜五建议上表现还是不好 整体来说表现还是不好 所以呢 目前状况就危机还没有解除 那当然说看明天有没有机会 对这个头楼洞加速有出现一个方向的改变 或许会更确定一点 但是基本上都要再看个两三天 所以这部分先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 这海豚活动来了 这次不是会员的 不是简讯的 是这个索马影音跟笔记的福利日 这福利日长达一周啊 就是福利周才对啦 所以呢 就一次订阅要订就订一年 而且比较划算之外 有时候可能说海豚的 不管是索马影音跟海豚的周报 你只看一两篇可能会没什么感觉 但长期看下来你会开始发现说 海豚的选谷策略跟选谷方向 真的就是真的不是后来的 真的不是后来的 那索马影音当然是每天都有 索马影音是每天都有 而且 身为索马学员的你 如果你一定是索马学员 你一定知道 海豚是索马学员 讲的东西真的很多 不止盘氏讲的更细 甚至一些操作上的想法 各股操作的想法 策略思考 我觉得这个都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因为我觉得 你与其自己在那边 与其自己在那边 那个土法炼钢 不如跟着海豚的思维 先去走一段路 那至少可以帮你快速 建立一些基本概念 那你之后你要再怎么去变化什么的 变成你自己的操作方式 那个都是 就是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索马影音还是海豚 真诚推荐CP值最高的产品 好不好 那工商就到这边 继续讲这个飞农的部分 这个大概带过了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爱听 基本上失业率低于市场预期 但是 不是 失业率低于市场预期 飞农也低于市场预期 所以很奇怪 飞农人数变少 所以代表说 应该失业率要变高 可是失业率也降低 然后呢 平均时薪还高预期 所以一方面就代表什么 劳动市场的动能开始减缓了 像上礼拜也有公布服务业的P&I 礼拜四嘛 现在服务业P&I也是持续在放缓 所以整个就业跟服务业的动能是放缓的 但是失业率没有上来 大家的薪资也没有说变得太弱 所以一缓一抢 就代表说市场就暗喻 说今年要软着陆 甚至不着陆的机会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变成说市场开始预期 当然说正向就是什么 联准会可能7月 就真的是最后一次升息了 9月可能就不会再升息了 那当然说 联准会的嘴巴应该还是很紧 不会轻易的告诉你说升息结束了 因为怕市场太嗨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代表说薪资还是在成长的 也代表说劳动力的人 他们的薪资是可以对抗通膨的 是可以对抗通膨 所以就代表说 接下来的通膨状况 可能不会如预期的快速下降 本来就是缓降 现在可能就变得更缓 可能变得更缓 加上最近的油价 基本上反弹了不少 所以对于可能 应该说是7月过后的CPI 这礼拜四要公布的CPI 可能这个就会有点压力了 就是下降的幅度可能就比预期的还要低 这也是我们在观察的 好那探权交易所的部分 好那基本上上礼拜我记得 上礼拜还是上礼拜 基本上不管是海豚在电视连线 还是说海豚直播 还是外面人家在问 都问说探权到底我可以搞啊 那海豚基本上就是探权相关公司这个表 这个是风云学堂整理 这个整理我们感谢他帮我们整理好不好 大家这些概念股到底可不可以买 海豚一直在讲一句话 就是上礼拜其实有提到一个观念 这个海豚一直重复在讲 营收公布前就开始连续大涨 营收公布后常会怎样 开高走低嘛 为什么 因为利多出境嘛 阿万一公布出来营收不好 就怎么样 就更容易出现大跌的状态 只是我必须要说像最近也是蛮奇葩的 就营收公布前没涨 营收公布后开高涨停 真的是有时候涨两根啦 第一天涨停第二天开高走低 然后股价就掉下来 那这当然说跟短线这个资金快速进出有关系 不过还是还是坚持 选择这些营收强势股 还是选择营收强势股 毕竟有时候动能一爆发的时候 那个波段涨幅就不小了 那当然说这些探权概念股就不用说 因为营收呢没有 那什么时候开的贡献最快2025年 相关的营收贡献比例呢 几乎没有 真的几乎没有 除了农林啦 以前看一些报告 大概只有农林的营收贡献比 是会有机会到双位数以上 而且还不低 但是应该说除了碳管理平台以外 除了贝利亚瑞养之通之外 箭上贡献都很低啦 所以这部分真的就只是题材而已 所以不要再来后台问我说什么滑指股可以买 箭上海诚完全就不会把这个族群放在眼里 不会把这个族群放在眼里 所以大家留意 所以即便是最好的农林 今天都趴了 都趴了 所以题材大概真的结束的机会是比较高 但是机会是比较高 所以这个大家记得 不要再去追捧这些题材股了 不是说不能追捧 而是说 一样嘛 你就知道它不是真的 那你要去玩它 那你就要知道什么 随时要搅顶抹油的心理打算嘛 而且运气好的话还有机会跑 运气不好就怎么样 就连续跌停4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好了 基本上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那这礼拜呢 几个重要经济数据 礼拜四的CPI跟核心CPI 那礼拜五呢 有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还有这个信心指数的 消费信心指数的出值 那整体的基本全部到这边 那一样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扫左边的KR Code 来定下海存的 这个一年的索马银和笔记 基本上这次优惠应该算不错了 福利周 福利周 好 接下来看大家的问题了 诶 等一下 诶 这样子 一边回答问题 一边让大家少免费服务票单 好 这个问说 乙顶是不是跟AI有关 乙顶我之前有看报告 可是我有点忘记了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所以没办法回答 那资源的部分呢 呃 先前那段在涨什么 在涨AI 那它跟AI 它跟AI有关吗 基本上无关 基本上无关 所以基本上为什么 海存刚才不是讲嘛 法说会前涨 营收公布前涨 有时候营收公布后 或是法说公布后 就是这样 会绕赛嘛 那所以呢 资源法说会好像就是在这一天吧 这一天啊这一天 忘记了 这一天收盘后啦 然后隔天就开始跌了 那 资源技能上它是说 它自己好像有切到那个什么 Cole Wars什么什么封装还东西 法就是一些先进封装的东西 好像不是Cole Wars 然后呢 但是市场就不买单嘛 因为你要去签那个东西 我没有记错家啊 最近看太多法说 资料可能有点混乱 法就是之前说它有做到AI相关的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就 大家就知道你要去夸那个东西 或者是说你要去做那个东西 键件上量可能不大 而且你可能连认证东西都没有 所以要过的机会是很低的 所以你说它是AI概念股吗 边边角角啦 边边角角 有这个题材可以沾啦 大概是这样 好想请问屯大 这个 等我拉下来一点 JPPKY件公布营收创历史新高 淡气不淡 是否可以选定做多 我是不建议啦 因为今天两人也有看到营收公布 就是它营收真的是满屌的 营收公布真的是满屌的 22.1亿 那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这个表现是很好 不过海淳在查资料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一次性贡献 因为之前海淳操作它的时候 基本上除了所谓的飞机零组件的声音之外 它也有server机 机壳还机柜的部分 还有饮料机的部分 那饮料机呢 我在猜可能是饮料机啦 就是因为 可是7月贡献也不算合理 因为通常6月就要贡献了 因为饮料机 饮料机就东南亚那边饮料机嘛 就是夏天 饮料干淀谷就有时候会比较有题材一点 那这营收到底是哪里跑出来那么多 我也不确定 那还是说公司基本面有比较正向的变化 在海淳都还需要再去做研究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说 这可不可以买 只能说飞机零组件的指标库 已经不是JPPKY了 是其他人 大概是这样 我今天礼拜五直播好像也有人问到啦 那时候也有人说出 有人说出来了是谁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好 请问囤大怎么辨别族群指标股 你以前AI只会有看伪创 但是近日经历一番修正后 房间广达比伪创强得多 是不是指标股就该换广达了 通常指标股啊 我觉得你这样讲也不能说算错哦 不能说算错 因为海淳 哇这个基本上都算付费影音的内容 好啦 基本上指标股呢 基本上就看谁第一个起掌 或是谁先站上全军线之类的 就从底部起掌 那既然伪创2382广达 很明显嘛 伪创比较早嘛 伪创比较早看站回全军线嘛 所以伪创一定是这一波AI的指标股 一定是指标股 那你说他这波修正比较大 就不是指标股了吗 未必有 未必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这波涨最多嘛 所以他修正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 也不能说不合理 也不能说不合理 那2382广达 这波修正幅度算是比较小的 也可能跟他涨幅相对伪创没那么大 也有关系 那当然说 因为伪创呢 正因为经过分盘交易 经过这边的分盘交易 所以其实累积了一些筹码 跟追价的单子 就是导致了短线的急刹 所以我觉得指标股还是伪创 但是你说广达是不是指标股 我觉得他也算是啦 就是所谓的第一指标股 第二指标股 第三指标股 就是领长的族群里面的领长族群 就是AI族群很大一通啊 二三十支 可能有些真的有些假的 然后真货里面呢 又有更强的 那我觉得 伪创广达 基本上都算是指标股 都算是指标股 OK 好再来3305 身帽做多AI散热题材 还是怎么看 这个看看就好啦 我说AI题材部分看看就好啦 因为 它那个散热席膏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去看说 它到底有没有用到AI相关上面 但的确它那个是有用在 一些主机板上面的这个低温散热席膏 就是会低温散热席膏用在那上面 但是有没有受惠到AI 那受惠比例又是多少 这个实在是不确定 我实在是不确定 好像它 我真的追没没有追踪它 我没办法给 给明确的产业的方向给你去做参考 我整个说 就没有看到它 AI概念股没有看到它 3257哄感电 有点让人失望啊 被卖下来 3257哄感电 这个就凯基台北啊 我就凯基台北是不是偷看我周报 我什么股票它都要来搞一下 营收好 就冲出率就发 隔天就发现它锁的 然后就再被倒下来 基本上我认为它的营收出来 其实蛮压抑的 比我预估的状况 不能说好很多啦 我是说 我本来以为它只是微幅创高 没有它营收创高创那么多 那当然说 就海神看到的数据基本面 跟所谓的基奇问题来讲 我觉得黄冠念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说股价表现 当然说大家会觉得有点失望 那海神也是觉得很失望嘛 应该要连续喷上去才对啊 那怎么 卡基台北来弄一下你就不行了 黄冠念加油好吗 所以就看看吧 剑上我还是认为它没什么太大问题 再来 回答的超级电脑出来 那相关的概念 如果在出来之前 是连续狂喷的话 好像是几号 这个礼拜五是不是 还是礼拜四 我忘记时间了 本来基本上就是一样嘛 公布前 如果说连续大喷 那你就小心公布后 就小心会有所谓的获利卖押 题材出镜 可是AR3长线题材啦 所以这个也未必啦 这个可能要多看多关心 多看市场的变化 这没办法讲 海豚有比较过00850跟0050 合者较佳吗 差不多 那基本上海豚 我想一下 海豚之后会做0050跟006208吗 副邦台还有另外一家 我忘记是不是EGS了 然后基本上 我会去对比之后的绩效状况 再跟大家去做分享 大家就跟付费会员分享啦 这个部分大家先留着吧 因为前阵子我才更新了0050的回册资料 那有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 就是到底是高档要卖 还是高档不要卖 这个选择呢 基本上 其实会蛮影响到后面的布局的 因为在 应该说啦 主要是因为之前没有预估到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就是 就找一直卖 卖到后面没有持股了 所以导致 跌下来的时候 虽然海豚买了很多回来 可是呢 问题是买的部位 不及前面两三年布局的部位嘛 对不对 所以导致说 目前这波上场来说 其实我的部位是比之前这边买的要少很多 所以海豚有在思考说 是不是我们卖的部分不要卖那么多 或者说至少要保有可能50%的部位不要卖 或者这种想法 这种再去做思考 那这个当然说都是策略上的调整 但基本上 三家 我应该说 就是海豚预估 就是0050 006208 还有一家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会去再测一次 但基本上结果应该差不多 结果应该不会差太多 但是一定会有稍微好或稍微不好 那当然说这其中可能也跟 他们的成分股有关系 因为0050就是台积件卖快50% 所以之后万一台积件刚刚喷到1000块 那你说006208好像只有20%的持股 他们比较还有持股上限的问题 然后跟0050比 那可能0050还是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很难讲 这个当然就是要不然就两个都存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大人什么都要 这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要几分 24分 还有时间 上周融资减不少 应该暂时不会差下去了 这个难讲 松饼 想问1795美食月线即将上升 是否有机会趁着营收公布一起发动 1795美食 这个不好说 因为它对我来说它没有站为季限 我就是把它放在观察名单里面 OK 它的营收的话 现在是8月 要公布7月营收 789 有机会 因为按照它之前的那个说法的话 就是美季的第一个月应该是会认列 那个西营要的营收 可是呢 这个是市场已知的事情 我照讲 这是市场已知的事情 所以会不会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消息 不是消息 这个是公司自己在讲的 所以大概看看吧 想问一下 6112麦达特 抓前波大量低点 69元当防守点 适合吗 6112 前波防守点 大量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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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大量吗 还是这个 69 这是69.3 可以啦 可以啦 这里是可以 这比较积极就是说 因为这里破 这个69.3 破了 季线也破了嘛 所以是可以的啊 所以它季线也快扣高了 等于说这边季线无论没守处 要嘛就是 布林的区间一直甩来甩去 要不然就是 对啊 基本上就是可能要修正了 麦达特 它到底是长什么我又忘记了 好像感觉每次都有人问 来看一下 它是网通还是什么东西 系统总和软体 资安 好 这个部分就不熟了 好 跳过 下一个 请问目前建议持股啊 我觉得看个人耶 因为如果说海伦这波没有去做AI的话 可能目前持股就真的剩两三成而已 可能更低 可能更低 就是目前我就是等盘稳一点 或是我在观察的口袋名单 有符合一些进场条件的话 我会再进场 可是问题是 目前大盘状况会让我比较有戒心一点 像包含AI 就算AI今天涨 海盾的持股也涨嘛 可是问题是 整体我是认为还没直稳 我是认为还没有完全的稳 所以目前持股大概就 就四成五成吧 最多四成五成吧 那之后状况好再慢慢加 或是有再跌 因为我还是认为这一波不会涨空嘛 所以有再跌再慢慢减 反正基本上保持弹性啦 保持弹性很重要 保持弹性很重要 KID问说 请问4953今天进场要怎么操作 你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耶 怎么操作 进场 今天进场怎么操作 你看你要守哪里啊 这个低点是141.5 是都没破过啦 如果正常来讲我可能会 不是不是这里耶 最大量是这一根耶 你就守这里好了 132啦 这是突破嘛 对这也是突破啊 所以这里 掉下去就变假突破啦 整理期就要拉长了 那我就守132吧 对啊 要不然你要守紧一点 就守这个低点 不过这低点亮出 比较 比较没有关键的K线的意义 比较关键可能还是132 好 请问现在可以拉高精神 我觉得就慢慢拉耶 因为你不知道 这边整理整理整理完之后 是向上还是向下嘛 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 去慢慢增加 我的角度会慢慢增加啦 但是如果说 你可以说这边 万一什么 明天万一突然就涨上去 就不用买了 也是有可能啊 那你就直接all in 我破线就全砍 就这么简单 有时候操作就这样啦 就是 因为海豚也有认识一些朋友 就是all in流的 他永远就是 五到七档持股 然后赤金全部都在里面 然后大盘没有变空口 他不出场 他不会减码 就是一直换股而已 所以你说这种做法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人家也是每年三五十八的在赚啊 所以 没有说不能这样做 而是只是以海豚的做法 会比较习惯有弹性 这个就看个人了啦 没有人要问问题是吗 27分28分 看没有人家问 我们再工商一下 再回来工商一下 好 记得 这个一次订阅 一年卡划算 卡划算 手码银跟笔记 福利日 记得 有兴趣的 欢迎掃左边的QR扣 掃左边的QR扣 掃左边的QR扣 那进去之后呢 留下你的资料 跟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海豚的助理呢 会跟你去做这个联系 跟你做联系 跟你去做说明 好啦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海豚啦 让海豚多活几个月 多活几个月 好那如果转过来没问题 我就要关了 今天all in 困帕所剪 好有人跟他问广运 目前看反弹吗 基本上跌太深的 大家说客观来说都是看反弹 因为他 好广运来讲 他并没有正式的跌破季线或转弱 应该说他有转弱啦 但是 目前我觉得就先看整理吧 先看整理吧 大量在这里 这个 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呢 我们就看季线啊 因为这前面的量 只有这一天放这个爆大量而已 广运现在算反弹吗 其实我觉得目前AI都有一样问题 而且他因为之前关过 所以这个量 军量有点失真 他其实跟伟创差不多状况 就是他套牢上面的套牢量 有但是没有到非常大 就套牢区间很大 但是套牢的量 因为被关厕所关系 所以都没到非常大 所以这个边走边看吧 那广运在家公司呢 不能说他不好 因为他营收的确 的确是有转好 有转好 但是他有没有真的吃到AI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就不好说了 好 那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边要结束了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好那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